吸毒危害健康败坏社会治安 台中市锦衣分局公益派出所 所长江青万跟警员吴坤吉 2018年10月2号晚上12点 在大叶北路巡逻时 发现一部小客车停在车道出路口 阻碍交通 警方上前劝导时 闻到车内飘出K烟的味道 驾驶当时正在用手机扩音和女友通话 男子跟女友说遇到警察领检晚点再讲 没想到女友不相信 还反呛说不可能哪有吃药还报警的 警方最后在车上收出K盘 K烟和1.35公克的K他命 随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法办 在执行深夜巡逻情侶的时候 发现一台违规测量 那上面有可疑的状况 人躲在车上 而且在打电话 我们就上前做一个盘查的动作 那当时他手机是开一个扩音的状况在接听 那我们就听到他的女友在跟他讲说 你吃药还怎么可能叫警察 所以我们就觉得怪怪的 就是上前跟他做一个仔细的盘查 那在他的脚踏板发现鼓鼓的一个突起物 那我们请驾驶直接拿给我们看 一打开就是一个K盘 里面也有K他命 今天公益派出所可以说是一箭双雕 除了逮捕23岁的吸毒孙姓男子之外 也抓到了涉嫌偷窃的武棍阿伯 所长江青万说嫌犯都会手持木棍从空屋顶楼或者爬墙进入屋内偷窃 造成许多财产损失 不过今天也被公益派出所逮捕归案 台中市警方表示滥用毒品会严重伤害身心健康 甚至出现贫尿 血尿跟腹部疼痛等症状 严重的话还会伤害大脑造成口疾 性功能障碍 不管是吸毒还是偷窃都不要尝试 以免害人害己造成终身遗憾 记者陈文旭 杨静 台中报导